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春月初八 这也是2019年以来 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象棋对局 这个对局是2002年 由广东女青对金波大师 在北京一个象棋比赛上面 形成了一个比较精彩的对局 红粉选择的是家中炮 炮二平五 黑粉走的是帮途列炮 先走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之后 鞠九平八 鞠一平二 黑粉选择是左炮封鞠 左炮八进四 封住 不让红鞠升上去 红粉比较常见的走法 也是走冰山进一 因为如果让黑粉 走到足气进一 这样鞠马就比较被动 所以这时候先走冰山进一 冰山进一之后 一号服有马三进四 这里要踩中足 只有大马手足 同时服有冰山进一 继续踩炮 这时候如果跳马 这起感觉是不好 因为跳马上来之后 这里如果跳马 这里马跳上来 服有冲冰港炮 同时有马四进六 要来抓马 这样黑粉是比较被动 所以红粉走到冰山进一 黑粉通常就会驾中炮 走炮二平五 红粉这时候选择也比较多 可以走马三进四 走炮八进五 走马八进七 冰漆进一 马八进九 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走法 红粉这里选择的是马八进九 先跳边 这两个马 黑粉如果走竹山进一 那么红粉就会浸泡 压住红粉的驹马 这样黑粉比较被动 所以黑粉先跳马出来 先走马一进三 马一进三之后 红粉冰漆进一 这样形成了两条石 黑粉虽然浸泡缝住了红驹 不过这两个马位置都不灵活 所以必须要抢向出鞠 出鞠巡河来守住自己的巡河线 先平鞠出来 红粉出鞠 升鞠巡河 巡河之后以后可以对兵 对了之后就把马走活了 红粉平炮对局 这时候肯定不能对 如果一对之后踩掉 合法两个马的位置 就很难解决了 这时候先平鞠 先把鞠让一步 同时照应自己的八路炮 以后可以平炮过来打相 吃了之后马踩回去 再来越吃上了 这样红粉要丢纸 所以在个准备下面 红粉的右翼是受攻了 那么红粉就攻击黑粉的右翼 准备是攻击黑粉的上路线 黑粉平炮 红粉如果鞠吃上来 打一将 鞠再吃上来 以后可以偏炮 这样红粉是比较难受 所以红粉这里选择是鞠二平一 躲一手 下一步 服用直接鞠吃足 这时候 红粉如果是撤中炮 撤开 那么鞠一吃 飞下之后可以进兵 现在也不敢对 鞠一吃 吃了之后飞了 这里要打马 下一步服用平冰 这里要吃马 这样红粉也是比较被动 所以这个纸面上面 红粉平炮就有点来不及了 红粉直接选择是如期禁仪 这里一吃 红粉回马 红冰吃上来 还去吃掉 这里再尽量不去 进两步鞠 下一步准备是 平鞠过来压住下 要打底下 何方选择是鞠八进五 如果这里一压 这里鞠就可以吃过了 抓泡 在这个准备下面 红粉选择先补试 先补试也是一步比较稳健的鞠 平鞠之后 以后可以直接出涮 直接较爽 何方选择先跳模 如果这里打过篮 那么跳模采双炮 这样红粉就要丢子 所以现在布林打 布林打过去 红粉选择的是平局 塞住下影 这里要打底下 在这个准备下面 比较好的走法 应该是走向山进一 把向回开 这里 金波选择的是 直接去吃冰 吃冰这样就比较吃亏 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关系 因为去这里吃掉泡 这里如果生泡 这样也来不及 这里可以跳模 就算打一架吃掉 也没什么关系 不过这个准备下面 红粉选择的是 炮打中阻 这样炮打过来 这起合粉就比较被动了 合粉选择是 马六进士 跳马踩双炮 如果打一架 吃回去吃马 这样用处也不大 因为以后出色 鞠守住底线了 这就只是多吃了一个像 在这个准备下面 红粉选择的是飞像 港鞠 这起合粉就比较被动 如果直接吃泡 那么这里吃掉马 下一步要除涮 除涮这里要叫杀 如果是退狙 形成傍王狙 准备除涮之后可以来对狙 横发可以除狙出来 以后这傍王狙不能跑 必须要保持傍王狙 就算这样平均来抓炮 可以伸去守住 再退狙来抓这里可以直接出涮 这样合粉是非常被动 所以这样的提具下面 合粉就不敢去吃泡 合粉选择的是退狙抓炮 横粉选择泡打底下一将 就只能吃好了 接下来再吃掉马 清波大师选择的是退狙抓炮 如果横发退炮 那么平均压着中间对 把炮对掉 横发选择进去看炮 这里平均 准备是退炮来打横发 横发先出去 这里退炮打的时候 横发进去关注 这样正住 直接打掉 去吃掉 横发有怕打下一将 退掉之后 可以再打一将 这样就把马路让开了 可以拆狙 但是这个时候横发也是 多了一个纸 横发丢纸 就是拆在狙 在狙去吃掉 这样横发有狙刷马 横发只有单狙单泡 骑狙走到这里 横发就认输了 好 这个期间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